席徽中登场了非常多的小羊 虽然大部分看起来柔柔弱弱的 可实际上很多小羊都非常强大 甚至他们连狼都不怕 在喜羊羊与灰太郎中 出现了非常多身怀绝技的小羊 那么这期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都有谁吧 首先第一位兽羊羊 他是喜羊羊的表哥 在羊族中 兽羊羊也是一只非常文明的小羊 几乎大家都知道兽羊羊 也知道他是一只身怀绝技的功夫小羊 除了会武功外 兽羊羊还会忍住 只不过兽羊羊因为嘴馋 将自己从一只瘦瘦小小的小羊 吃成了一只大胖羊 第二位西域刀羊 他是曼羊羊村长的至交好友 在年轻时更是和羊果果三羊一起并称羊村三剑客 曼羊羊的外号叫做一根草 而这个西域刀羊就是一只花了 西域刀羊拥有非常强大的西域刀法 虽然现在年纪大了 但只要他拔下了头顶的花 就可以爆发出超强的能力 第三位就是李小羊 顾名思义 这只小羊是用来致敬李小龙的 值得注意的是 他的武器也是双截棍 在舞动双截棍时 就连灰太狼都不敢轻易靠近 不过他登场次数非常少 属于比较少见的小羊 第四位是功夫小羊 他是羊族有名的功夫巨星 曾经一只羊更是单挑了整个狼群 面对群狼 功夫小羊丝毫不惧 要是羊村多点这样的小羊 估计他们都不用担心狼族来袭了 最后就是懒羊羊了 虽然懒羊羊总是一副又懒又馋的模样 可实际上他也是有功夫的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他的睡梦王霸权 在睡着后 懒羊羊能无意识地发起攻击 当初灰太狼将小羊扎回家 因为嫌弃懒羊羊哭闹给他为了安眠药 结果却让自己遭了罪 差点狼宝都被拆了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陶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